上菜少年张道虎在山西黑腰场被成功解救的消息 不仅让正在山西寻找孩子的家长们信心倍增 也让更多的家长们远赴山西继续他们的慢慢寻亲路 25号上午8点半 郑州的李延青夫妇就已经赶到了林尼县临近镇 因为都市报道里的一个遥控身影和他们16岁的儿子李亚光太像了 夫妇俩便连夜从郑州赶到了山西 为了保险几天记得打开手机上存储的电视画面 让李延青再认一下 和李延青夫妇一起的还有洛阳市一样见的席延昭弟兄俩 席延昭是找21岁的儿子席羊羊的 虽然没有从电视上看到孩子的身影 但是他和弟弟还是想来山西碰碰运气 他们在运城市碰到了李延青夫妇 一样的遭遇让两家人走到了一起 李延青指认的男孩正是记者在严近镇赵瑶村瑶厂拍摄到的瑶工 经过一番布置后 上午11点半 家长们在严近镇租了一辆面包车 来到了赵瑶村西的老谢瑶厂 烈日当空 瑶厂的工人们仍然在打手们的严密监视下辛苦劳作 瑶厂朱老谢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瑶厂被河南记者在电视上曝光的消息 在他的指示下 打手们对家长们不顾己恩 事实根本不像瑶厂朱所说的 家长们很快就在瑶厂的北边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南洋邓州的瑶工 但是因为有打手在附近监视 小瑶工根本不敢多说话 在老谢瑶厂里里外外找了半个多小时 四位家长都没有找到自家的孩子 来到村东的老月瑶厂时已经是午后的一点半 但是这里的工人还没有吃午饭 瑶厂朱老月已经接到老谢的报信 把厂子撼得更严了 记者只好和四位家长分头找人 以分散打手们的注意力 好不容易陕西瑶工杨勇才和记者搭上了话 杨勇也是被人从郑州火车站骗来的 他告诉记者 老夜瑶厂里共有三十多个瑶工 被六名打手日夜严密牵势 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 杨勇还说 在这里干活每天都是起早探黑 稍有松懈就会遭来一顿毒打 在老月瑶厂 李延青之父和骑士兄弟还是没有找到人 下午两点半 四位家长谁都吃不下饭 这时又有家长赶了过来 洛阳西安县的王振营要找儿子王海乐 武智县的傅水利要找儿子傅维维 听说大家已经去过瑶厂了 这两家人显得很失望 谈话间传看王振营儿子的照片时 李延青的妻子叫了起来 当天下午我们带着王家人和傅家人 来到了赵瑶村的两个瑶厂 十来个家长在瑶厂来来回回找了大半天 不仅王振营没有找到孩子 大家还发现连上午和家长们说过话的 邓州遥宫和陕西遥宫杨勇也不见了踪影 从遥宫们的眼神里我们得知 孩子们已经被黑心遥主转走了 所有留孩子家长都是很难管 我们都要他都是谁都没有谁好叫 家长们燃起了希望之火 再一次被无情的现实浇灭 但是天堂的人们绝对不会因为这经典的挫折 望而却步不管路有多么遥远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会坚强的走下去 因为他们相信山西的寻亲路上 路长寻更长 都市平安局 有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